我父亲会在街头杀掉李小龙 这是世界搏击冠军 扎克 诺里斯儿子 在被主持人问及父亲与李小龙对打 谁会获胜时说出的言论 而扎克诺里斯本人也未否认这一说法 相信大多数的龙粉都对诺里斯很熟悉 他对武术的造诣十分深厚 早年更是获得六次美国空手道世界冠军 四次入选黑带群英殿 且第一次入选比李小龙还要早四年 是美国武术界为数不多的空手道黑带 九段高手 他在武术方面有如此成就 有一部分可以说是李小龙的功劳 但李小龙去世后 他却明确撇清了与李小龙的关系 声称自己教会了李小龙高梯 李小龙真的需要他来教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扎克诺里斯的故事 武术界大多数高手都出生于武术世家 或者是从小习武 但诺里斯不同 他16岁时才接触武术学习空手道 后兼学柔道与跆拳道 他的习武天赋极高 打斗风格也比较偏向简洁朴实 一招一式简单直接一击置敌 这种风格让他在武术界少有敌手 不仅年纪轻轻就入选了黑带群英殿 还荣获了擂台强悍奖 已然在武术界名声大造 而李小龙此时只拍摄了秦风侠 和客串蝙蝠侠与无敌铁探掌 所以严谨的来说 诺里斯比李小龙成名还要早 1968年诺里斯在全美空手道公开大赛中 以半分之差打败了美国踢拳之父乔柳一斯 赢得了第一次的世界空手道冠军 当时李小龙还是特邀嘉宾 在他赢得比赛后发起人 向他介绍了李小龙 两人当时就一见如故 在所住的酒店 来了个不眠不休的通宵论武 在这之后 诺里斯经常会去往李小龙家中 接受他的指导和训练 并学习截拳道 诺里斯的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那时有很多武术家和搏击冠军们 都会在李小龙家的后院 接受他的训练 例如乔柳一斯 麦克斯通 李金九等 李小龙还专门在私人训练笔记中 记下了对他们的教学记录 从某个程度来讲 这些人都算是李小龙的徒弟 这种训练一直持续到 李小龙前往香港拍摄电影才结束 在李小龙离开的两年间 诺里斯使用截拳道的技巧 再次赢得了世界搏击冠军 也因此在武术界备受敬重 黑带杂志曾经评选出 电影中的十大教科书是打斗场面 其中李小龙与罗里士 在罗马斗兽场中的决战排名第一 这场打斗在拍摄过程 没有采用任何镜头剪辑 两人所展现的 都是徒手相搏的真功夫 场面华丽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李小龙选定的对手并不是罗里士 而是自己精心栽培的空手道高手 乔留一丝 作为李小龙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 朦胧过江背后还有着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1971年李小龙第一次作为主角 参演了唐山大兄 当时由于原定的导演吴家香 并不擅长拍功夫片 所以佳和临时找了罗维来救场 电影上映后获得了300多万的票房成绩 捧红了李小龙不说 也让身为导演的罗维开始出名 之后佳和趁热打铁 让两人继续合作了金武门 这部电影打破了之前 唐山大兄的票房记录 李小龙的名气也是随之扩大 唐山大兄和金武门的巨大成功 让身为导演的罗维有点飘飘然 于是在外 他遍野 李小龙的恩师自居 扬言是自己把李小龙一手带起来的 但李小龙本人对此却并不承认 于是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多 最终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后来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猛龙过江》 相较于前两部片子 李小龙这时已经有了对影片的完全掌控权 所以他舍弃了香港导演传统的拍摄和表现手法 选择用一种更加创新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功夫 这部片子上映后再次打破了香港的票房记录 反观罗维导演的《心经五门》《冷面虎》等作品 确实分享评评 事实证明罗维对李小龙来说 顶多算个辅助 真正让影片大卖的还是李小龙本人 猛龙过江最为人津津地道道 便是片中的武打场面 特别是片尾李小龙与罗李世 在斗兽场的决战 长镜头下的拍摄 让演员的武打动作更显真实 这也是李小龙对于影片的创新 但事实上李小龙最初选定的对手 是他的一位徒弟 美国空手的世界冠军 乔刘易斯 他从1967年开始接受李小龙的专业培训 连续夺得十多个比赛冠军 更是创出了美式职业踢拳大赛 被人誉为不败的王者 但或许就是因为这满身荣誉 再加上他身为白人的骄傲 所以他不能接受在电影中被打败的设定 于是没有办法 这个角色只能另寻他人 后来李小龙找到了罗里士 告诉他 我们会创造出一场载入影史的打戏 你出演后一定会被大家记住 但有一点 是你最后会在电影中 被我打败并且杀死 问他愿不愿意参加 罗里士思虑过后决定参演 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罗里士凭借这场打戏一战成名 成了当时好莱坞曲族轻重的武打明星 而乔柳一丝对此却是后悔莫及 除了这位中级大反派 李小龙还邀请了另外两位武术高手 来增加看点 一位是韩国和气道七段的黄人直 他的动作迅捷 招式老道 有做腿攻击之王的美称 一位是世界职业空手道冠军罗伯华尔 这两个人升为武术冠军 一开始其实并不愿意在影片中输给李小龙 后来李小龙提出说我们来针刀石枪的切磋一下 如果我赢了 你们就来配合我完成这部电影 一番较量之后 两位武术冠军队李小龙彻底心服口服 猛龙过江的武术指导 由李小龙和小麒麟担任 小麒麟是李小龙最好的朋友 他自身条件也不错 被誉为金斗黄 当年李小龙力捧他出演麒麟掌男主 但可惜没能大火 后来他在1987年发生意外遗憾离世 除了精彩的武术设计 猛龙过江的配乐 也是其中的一大两点 这部电影的配乐出自顾家辉之手 从唐山大雄到金武门再到猛龙过江 他的音乐伴随着李小龙的一朝一世 也为李小龙的人物属性 奠定了旋律基调 成了最能代表李小龙功夫电影的经典BGM 顾家辉与黄瞻 也是最好的搭档 一度被称为辉煌组合 本店的女主叫做苗可秀 她和李小龙被誉为 荧幕情侣 她们第一次合作是在唐山大雄中 苗可秀扮演卖糖水的小姑娘 第二次合作是在金武门中 苗可秀升级变成女主丽儿 由于两人的母亲是诗交 所以在拍戏的过程中 李小龙对她一直很照顾 戏中两人扮演情侣 戏外不可避免也传出了绯闻 但苗可秀对此从不承认也未否认过 过句说当年李小龙意外离世那晚 苗可秀是哭着入睡的 所以有人猜测 苗可秀至今未婚是因为放不下李小龙 毕竟当年李小龙的早逝 一直让很多人都无法释怀 朦胧过将这部电影是功夫电影的里程碑 她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电影模式 也借此向世界展示了李小龙的功夫理念 电影供应时胜矿空前 有些影院为了防止发生踩踏实践 只能被迫暂停营业 警方甚至还出动人员用来控制人潮 可见这部电影 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巨大 已经从擂台冠军成功转型 到好莱坞巨星的诺里斯 却不想承认自己的成功与李小龙有关 在面对媒体提问 你是李小龙的学生吗 这个问题时 她总是言辞反复 在公开场合称李小龙为老师 私下却不愿意承认 等到1973年7月李小龙去世后 诺里斯再次面对媒体的提问 开始公开否认 说她与李小龙只是共同训练 每天踢沙带队练交流功夫心得 没有专门向李小龙讨教 更是声称李小龙踢腿只能踢到半腰处 说李小龙坚信高踢腿没有用 是自己教会了李小龙高踢的技巧 李小龙回馈自己永春前的吃手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只要有主持人提问 他是否是李小龙的学生时 他就会抛出这个说辞 强调自己只是与李小龙一起训练 加上他在各个场合的多次重复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信以为真 诺里斯显然忘了在李小龙家后院训练时 还有其他见证人 而且李小龙的高踢腿 真的需要他来叫吗 诺里斯与李小龙结实是在1968年 而在1967年左右 李小龙为李小龙技技法 拍摄技术照时 就展示了各个方位不同的高踢 1966年拍摄的擒风霞中 李小龙也有过高踢腿的打斗场面 以上几件事 完全可以证明诺里斯 就是李小龙的学生 但他为何会在李小龙去世后改口呢 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是世界冠军 名气斐然 碍于面子原因才不愿承认 也或许是因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